伯母伯母你的睫毛贴得真好啊 你是怎么样贴假睫毛能教我吗 啊我这是假睫毛贴的吗 我这不是假睫毛我是真睫毛 其实我是真的假睫毛 嗨大家好我是中间美妆伯母阳光 我已经有15年的中睫毛的历史了 非常的悠久对不对 而且呢我在杭州很多个中睫毛的机构都有卡 以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来谈呢 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 价格贵一点的能维持的时间长一点 但是也不一定啊 也要看你自己维持的一个方式 那我大概是一个半月中一次睫毛 所以可见我维持我的中睫毛呢 还是维持的非常的好的 那我来给大家提点干货啊 首先第一就是说你要选择一些 相对来说正规的一些中睫毛的地方 因为如果说不正规的话呢 它会用一些很劣质的假睫毛的胶水 这个胶水呢不仅仅是会让你的睫毛很快 还有可能会让你的眼睛过敏 所以说你中完睫毛啊 眼睛很不舒服 熏眼睛辣眼睛 甚至呢你的眼睛开始过敏了 布满了红血丝 那这样的店你千万就不要去了 它的这个药水肯定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中完睫毛 它不停地拿个小扇子让你扇啊 这个小扇子呢 第一的当然是可以让你这个睫毛的交 加速的干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你在扇的过程当中 你明显能够闻到那种异味 一阵一阵的从你的鼻子里面吸进来 那就是说这个胶水也是不怎么合格的 很多的好的服务呢 我是中完以后我可以立刻走的 就不存在这个扇睫毛这个过程啊 所以这其实也是可以给你心里多一个底 如果说它一直让你扇扇扇很久 那这个假睫毛的服务就不怎么样啊 关于材质的选择呢 其实不同家的门店 他们对于假睫毛的叫法都是不一样的 什么雕毛呀 开花睫毛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 反正它名字就各异 但是呢它其实万变不离其宗 又有一些睫毛呢 它是很粗的很黑的 然后也很长的 那有一些呢 就是适合那个小清新的风格 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它一根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头 然后就三根花开出来 这样的话呢 就很喜欢浓密型的这个女孩子 就可以选这种所谓开花的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的气质 是要有感受的 如果说跟我一样 平时上镜会比较多 或者是有很多拍照的机会的话呢 我建议你可以选择浓郁一点 黑一点的 这样的话呢 你就完全不用贴假睫毛了 还有一个呢 很多小姑娘会觉得说 我中了睫毛 那也不用贴假睫毛了 但是你一到这个重要的时候 比方说你要拍一个照呀 拍一个写真 或者说是你拍一个视频 或者怎么样 你就会发现眼睛变得很小 为什么呢 因为重的睫毛跟贴着假睫毛 是不一样的 重的睫毛的话呢 它是有一定的重量的 所以它在重的时候 你平面看的话 或者是侧面看的话 你都会觉得很OK 如果你一上镜 你就会觉得挡掉了半个眼神光 还有关于假睫毛的材质呢 有一些呢是号称是动物毛 然后有一些呢是人造的毛 我觉得两者之间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还是在于 它给你嫁接的技术 包括它整个产品的一个品质 你不是说这个动物毛 就一定比这个人造毛就贵了 好了也不一定 这两种我都中过 我都觉得是各有优劣势了 比方说像我们常用的化妆刷 现在一些人造毛的化妆刷呢 也很好用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它做的品质呢也是很好的 刷上去的感觉呢 我觉得也是很轻敷的 并不一定说动物毛的就一定好 动物毛的有一些 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好保养 而且呢用动物毛 也不是很环保 对不对 重睫毛的优劣势呢 其实非常的明显 你重了睫毛之后呢 其实你每天都不用提 尤其是纹了一下眉毛 纹了一下眼线的话呢 你洗完脸就可以出门了呀 就是一个素颜女神了 对不对 但是也有劣势 就是你看架切睫毛的技术 就是这是你自己的睫毛 对不对 它就是另外一根 就架在你的睫毛上面 这就是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你的睫毛 其实承担了两根睫毛的重量 而且这个假睫毛的话 可能是很重 所以这个睫毛 就一般都会往下搭了 所以呢 你重了睫毛之后 如果你是侧面看的话 就会觉得你的睫毛很长 很美 但是如果正面看的话呢 你就会挡掉半个眼神光 你的眼睛半只就是被覆盖 所以很多人中了睫毛之后 反而觉得眼睛变小了 当然咯 所以说你去拍一些视频啊 或者说是你拍一些写真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比较的 希望你不要中睫毛来 因为对他们来说不好控制 因为贴假睫毛这回事情 就比较 这是个是你自己的睫毛 它是贴在你这个睫毛的上面的 所以它整个睫毛是往上翘的 整个是放大你的眼睛 所以中假睫毛这回事情呢 是有优势也有劣势 但是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劣势变成优势呢 就比如像我 我今天是中了假睫毛的 但是我用睫毛膏把它给刷上去了 所以呢 它就是没有挡掉我半个眼神光 我身边那些小姐妹呢 她们也很喜欢中睫毛 但她们有一个毛病 就是中完可能一个礼拜 就掉了差不多了 或者很乱了 但我基本上可以维持一个半月左右 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就是你眼皮油不油 这个是一个天赋啊 浑身都很油 但是我眼皮不油 所以呢 我的假睫毛真的就是不太容易掉 第二呢 我真的是一个洗脸也好 卸妆也好 我是一个手法很轻的人 我觉得卸妆这个事情很重要 但是真的不要用力搓 然后呢 搓完以后 你这个整个假睫毛 这个毛线团一样 就真的是很容易就掉了 那我的卸妆的方法呢 就是说 我会拿一个化妆棉 然后在化妆棉上呢 就倒满眼唇卸妆 然后就敷在这个眼睛上面 我会静静地等待30秒 甚至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等到里面的胶水啊 或者是彩妆啊 都完全融化了 我会轻轻地把它卸下来 虽然说呢 我已经种了15年的假睫毛了 但是博姆真的也是 贴假睫毛的一把好手 那我在以后的视频当中呢 会给大家分享 我会买哪些假睫毛啊 怎么样贴 可以让眼睛更加地放大 或者说是配合不同的妆容 怎么样贴假睫毛吧 我们在后面的视频 再来分享咯 我是周年美商博姆阳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